春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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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要 走吧 你能不能看见我眼睛 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要开始了 我叫魏西成,今年十二岁,我的爸爸就是非遺傳承人。 游客表演的時候不要緊張,自然一點,大方一點,給你點贊,好好吹。來,準備,開始吧。 因為我爸提出那,所以我從小就學,而且我感覺這樣能拉近我們父子倆的關係。 比如像我,就17歲來到這兒,就一直待到現在,就那會兒來這兒,一個月掙個300多塊錢,堅持到現在。 像他現在吹幾年,他現在十二歲,我那會兒是十二歲開始吹,他現在吹的水平已經越遠超過我。 那還是不好好練,天天老生都練兩個小時,他只練二十分鐘。 因為我把索索就當成是一種娛樂,不像我爸爸,他因為幹的就是這行的工作,所以他把索索就幾乎看成了命。 我覺得我有更好的路可以走,我也可以選文化科,就是專業的學校,然後呢,在這個學校把索索傳播一點。 喜喜,包括你幾個問題啊。 你是喜歡學習啊,還是喜歡索索和鋼琴? 喜歡學習和鋼琴。 你喜歡玩手機啊,還是喜歡讀書? 讀書。 因為爸爸的能力是有限的。 爸爸現在,我也能維持咱們的商戶,就是去外面演唱。 其實爸爸這個商戶也很辛苦, 但是,爸爸會盡爸爸最大的努力, 在你學業養成的路上,會盡最大的能力去幫你。 讓你走得更遠,好不好? 我不想走太遠。 不想走太遠。 但是,爸爸跟媽媽總會壞了一天,壞離開你。 許願你自己去把自己的路走得更遠。 知道吧? 嗯。 所以說,你覺得自己可以譜寫自己的人上,自己的人上,自己做的。 好吧? 嗯。 爸爸是你人上路上的那個老牛。 不想走太遠。 對,我還能去山上。 我剛剛想走太遠。 因為我真的希望要走太遠。 我希望要去山頂看看,世界變小的樣子。 我問山,你知道世界的鏡頭在哪兒嗎? 山說,你自己去看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